多部车高速地洗过 这个时候狗只怀疑被车撞到 在地面打转 之后再有一部车洗过来将它剪过 两部车事后不顾而去 一只叫Elsa的狗女当场死亡 《爱护动物报》的报导说 Elsa是粉感公路近黄台山散村 一间车房的狗店长 事发在星期三凌晨 狗主阿Ken工作到凌晨2点多 突然听到多部车风驰电锡地洗过 之后就听到巨响和碎片声 走出门口的时候才知道 爱犬被撞死 毕露电视片段就见到 Elsa至少被两部车高速地撞过 本身经营车房 而且是正规赛车手的阿Ken就估计 当时几部车的时速超过150公里 而事发路段最高限速只是50公里 警方调查之后 星期五拘捕了一个68岁剩余的男人 他涉嫌这三宗罪 验证被扣留调查 警方就说正是积极调查案件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